又是一個反方向 厲害了 今天兩次打克底啊 都是這樣反方向 對 都把這個外側金蕾的球 尤其都是在球速落盡一下 變成這個外側金蕾球 打一個反向的一個穿越安打 但他又是左打 他打三有的滾底球 藉由他的腳身其實是有幫助的 這個球位置有點尷尬 誰來處理 掉下來啊 哇塞 最後沒有接到啊 好像有受到風似的一點影響 現在風好像有一股吹的 是比較逆風的喔 可是看這個姜蕊的都讓開 然後宋承睿的這個步伐 以為是有機會接到的 對 他一度已經停下來 認為他已經掌握到 那這個球比他想像還要在前面 我們來看其實這個球打上 我們就在講說這個球誰要來處理 因為位置有點尷尬 衝過來然後連續調整步了 他發現球還在比他想像還要再更前面喔 我覺得這一段有一點點受到風似的影響喔 因為他旁邊都沒有人去影響到他喔 他這樣反而是這樣 阿銀撿了一隻很大 能把握這個機會再多罪一點 分數回來 哇 這個球他先穿 喔 安全喔 還是因為彈跳比較慢的這個關係 對 那忠義兄弟這邊要挑戰嗎 應該是不會 從現場看的話 應該想法還快滿多的喔 那現在就變成是一出局一三雷有人 所以兩次在樂天這邊避掉的雙殺 都是因為這個彈跳是慢的 所以是有挑戰喔 但是這個挑戰應該是不會 不會改啦 好 是safe喔 他就用掉了一次挑戰 喔 彈掉了 但決定要衝本壘 這個take safe 哇 他現在得到分數了 哇 陳成薇真的是靠著他腳層上的一個優勢喔 大膽地搶進本壘 因為這個球其實是露得並不遠喔 最後這個滑壘啊 腿也夠長喔 所以讓樂天這個半局 又再追了一分 至少追一分回來 然後現在得點圈還有人喔 一個彈跳啊 擋是擋 可是沒有辦法擋太乾淨 都到旁邊去了 才是頗弄的 在酷地上 真的沒辦法擋太乾淨 這麼高 成功能 成功了